13集團的股價持續下跌 星期二一度再跌超過4% 低見3.5元 13集團於10月20日宣布向股東公股 及發行貸款票據 籌集資金17億4千萬 企圖為期下一再推遲開業日期的 澳門十三第酒店項目賣尾 股份復牌以來大卸六成 集團近期的負面消息不斷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梁惠特 早前證實 沒有收過13第酒店項目的 相關博彩營業執照申請 據權威消息說 這個酒店項目無望開展博彩業務 分析說 若在澳門經營高檔酒店 二母賭場設施 根本難以逃離